大家我们只要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年开始明显变冷了 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到明年清晨 是这一波冷空气对我们台湾 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清晨低温只有12度 要记得穿暖一点 那么事实上这一次对我们台湾造成 这个影响天气有些变化的主要原因 主要还是在冬天典型的 有封面云系以及冷空气南下 那么目前这波封面的位置 已经来到了日本南方 一直到我们台湾的东方的海面 实际上是已经通过台湾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东北季风 持续影响着我们 另外今天为什么云量还是这么多 主要是因为在我们中高纬度 有一些比较低沉的浅薄云系 持续随着气流来到我们台湾的上空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云系的范围很广 但是实际上水气量不算是很多 所以没有太明显的降雨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主要下雨的范围 还是在我们的一方面 北部跟东半部 另外还有中部的山区 有一些局部地区 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那么外景天气也会跟今天比较类似 持续都是受到比较偏向中高纬度的 低沉的浅薄云系的影响 所以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 另外也持续有东北风 那么预计像这样子的天气 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礼拜五 到礼拜五的下半天 随着北方的高气 逐渐往东面移动之后 东北季风减弱了 整个西半部的天气 才会逐渐的好转 但是东半部云风面 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 也仍然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也包含在我们东北部 所以外几天主要下雨的范围 还是在云风面 主要是我们北部 东北部跟东部 另外中部山区雨要稍微注意 但是外几天 这个下雨的迹象 会有越来越减少的趋势 那么到礼拜五的下半天 以及礼拜六的时候 就算我们的东北部跟东部 要注意会比较容易 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另外在中南部 虽然天气是比较稳定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空气品质 虽然从风的图上 可以看到目前 我们台湾附近的东北风 好像看起来还是很强 但是因为我们中南部 是在中央山脉的被封测 所以风数是比较微弱一点 所以扩散条件也不是很好 有些本地的污染物 就比较容易累积 不容易扩散出去 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 空气中的细旋浮为例的 浓度质是比较容易偏高 那么其他在我们沿海地区 以及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 银风面 要特别留意的还是风浪 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 那么外期天 我们北部的天气上面 可以看到 礼拜四之前的降雨 机率会比较偏高 有80% 礼拜五开始天气稍微好转 但是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要特别注意的是 低温明后两天 持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低温只有12到13度 到礼拜五开始 才会逐渐回升 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偏凉 偏冷就14度左右 另外明后两天的中午高温 也都只有17到18度 是属于比较冷的一点的天气 礼拜五开始才会小幅度的回升 南部的话 天气是比较不受到 这一波的云气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外几天 虽然云量还是有点偏多 但是大致上是可以看到阳光的 低温的话 大约是17到18度 早晚也是比较偏凉一点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23到25度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天气还是跟今天比较类似 但是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明天清晨以及后天的清晨 低温有机会在北部会下探到只有12度 提醒大家添加保暖衣物 北部跟东部的降雨几率 稍微比较高一点 要记得携带雨具 中南部天气比较稳定 但是要注意的是空气品质 另外提醒大家 还是要记得佩戴口罩 以及勤洗手脸 目前还是流行性感冒的耗发期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